當然啦 其實在細膩度 細膩的程度方面來說 南韓的確是來著球技 在東亞來說是比較細膩的 比賽已經開始了 日本隊11號的王爺勇雄是先砍進了一個三分球 當然 主場比賽其實在情緒的控制跟一個細膩度來說 應該要更加的注意了 又是一個三分球 這次輪到是9號的哲冒舞焰 老將哲冒舞焰 無帶好沒有機會再交出來 外線 全心安晃了一下 再給到左邊的吳戴豪 這次還是準備要切入攻擊 轉身要單打竹內 沒問題 吃掉了竹內功夫 吳戴豪這場比賽幫中華隊先開張 前是4分的差距 日本隊又要標3分了 但外線又開砲了 我在外線的防守的確是要非常地注意 再共砍進66個三分球 比喻一場比賽有11個三分球 這個是一個非常恐怖的一個數字 藍底下給球 給得相當漂亮 但是曾溫鼎並沒有把球放進 但造成了犯規了 不過 清野文彥要去守到 曾溫鼎的一個腳步跟速度 的確是非常地困難 不過由外打到裡的一個打法 這是非常地靈活的 每個人幾乎都沒有打到 30分鐘的一個球員 其實12名球員都有一個功能性 而且上場的作用 外線的比一下 陳信安潛入的時候撞開對方 球進了 球進了 球進算還造成了犯規 對 信安從這一次的比賽 我們可以重看他的眼神 真的非常有殺氣 而且從外切到裡面 其實多半從合身陣 幾名高大的球員 真的要想去組穩定的一個中距離 其實這個是日本隊教練 非常喜歡用他的一個最大的原因 有一個非常柔順的投籃的手感 所以也可以去搭配到 他們規劃的一個洋將 跟清野在內線的一個單打的情況 50籃圍 這球分到底線 在籃底下被刪了一個火鍋 雖然還是日本隊的球 但是吳戴豪這次的補防 讓日本隊了解到我們的禁區 沒有這麼好闖進來 不過這一個球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在補防的吳戴豪 在空間跟一個投球的點 最後一個時期 日本隊的總教練林木桂梅一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做陣容上的調整 9比7 兩分的差距 且又切到籃框底下 非常輕鬆放進去 又是辛安 不過辛安的身價 跟他的一個先天的條件 我想說 日本隊跟中華隊最大的差別 就是球員的一個天分 我相信中華隊的 球員的天分在亞洲 我相信可以數一數二 包含田磊 曾文鼎 吳戴豪 陳辛安 都是非常 精彩的中日大戰 目前雙方是9比9 戰成的平手 當然日本隊跟中華隊 最大的不同就是 日本隊在這次的比賽當中 也展現了非常驚人的板凳深度 這也是稍後他們替補球員上來之後 中華隊要特別注意 戰離回來之後 先砍進一個兩分球 當然 這是在第一位 再回給陳辛安 陳辛安直接在外線 做講動作 再給到吳戴豪 吳戴豪收球 第二個很快過來做包夾 曾文鼎 再把球交出來 三分外線的出手 空心球 中華隊砍進了這場比賽的 第一個三分 楊哲宜 當然中華隊 在今天對到日本隊 當然身材 體型 都比較相仿的一個同時 其實在基本的配合度 可以再多做一些 不過日本隊很快 抓了進攻 這球切了籃框底下 單手把球拋出來 沒進在自己的跟進 抓進攻籃板 曾辛安再拿到一個漂亮 給球 Nest Pass 給到了曾文鼎 放進去 不過我們頂籃下投的籃的機會 沒錯 14比13 結果裁判吹球盡算 還吹中華隊的犯規 大家可以注意到畫面的下角 中華隊的總教練 鄭光錫先生 也是跟裁判抗議 是 當然幾次 日本隊都是靠了親野 去做一個大對角的一個黨員 製造外圍投射 相當漂亮一個開後門的戰術了 給到了楊哲宜放進兩分 所以昨天的休息 對我們這幾名的主力球員 還是有一定的調適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楊哲宜在上籃的一個企圖 也是非常的強烈 曾經打過 溫哥華揮熊隊的櫻木JR 給換上來了 那前面幾場比賽 我們可以看到櫻木JR 其實在日本隊的內線 是打了最長一個時間的一個球員 平均一場球 可以上場到一個 27分鐘的一個時間 李學玲 很賣命的把這個籃板球 給抓到三分外線 給到了信安開砲 再一個三分球 所以上半場 竹妹的出手沒進 籃板球呢 最重要的給拿到 信安自己把球帶過來 準備要往裡面衝了 這個球 找籃狂底下 裁判沒有給N1嗎 但是看這個動作 其實是 有給這個 競算加法的空間 很聰明的 曾文鼎呢 把這個籃板球給撥出來 曾經安再給球 曾文鼎 再給到底線 去找吳戴豪 吳戴豪準備前往籃底下 相當快速的一個動作 不過這幾次的中華隊的單打 的確是表現得非常的出色 我們可以看到 只要一個對一個 要想到 守到曾文鼎 吳戴豪跟陳慶安 幾乎是 左股 這球在交出來三分外線 有埋伏出手進 11號的王爺有球 坎晴這場比賽他的第二個三分 可圈可點 當然自己的一個 Turn over的一個情況 必須要降低 對 三分外線又是王爺的出手 又是一個三分球 日本隊呢 在第一節目前 砍進了五個三分 11號的王爺有球 一個人就砍進了三個 當然 兩次一方的伸手 去做一個跳的一個動作 如果第一節 又呈現到一個示範 我覺得我們二三四節 都更不好打了 籃底下要單打 造成了犯規 保護這球雖然沒有 現在也把他們的得分王 4號的川村著野給換上來 他在第一節是完全沒有上場 日本隊很快給到底線 在三分外線出手 日本隊15 外圍的一個投射 我覺得的確是做得非常的漂亮 我們中華隊的確要被注意跟小心 兩個中鋒的是埋伏在禁區裡面 現在吳戴豪先拉出來 做一個轉身 沒有機會倒出來之後 這邊很大的空檔 空心球 楊哲宜 今天中華隊的命中率 跟他一個投籃的感覺 的確是相當好 現在先等吳戴豪過來 這波攻勢中華隊要放慢了 再給學齡重新來鼓制一次 時間還有 還有10秒鐘的進攻 古代豪沒有機會 在外傳出來給到學齡 三分外線 相當漂亮的一個配合 今天中華隊的一個搭配 日本隊現在再度的換人 把5號的山田大號給換上來 30比右手 這個還是要標3分 就是人就沒進 但是櫻木在籃底下 直接活動籃板很精神 反正這個 再把球給出來給到信安 進攻時間剩下3秒 時間快不夠了 陳信安再三分外線 喔 在最後一秒鐘 陳信安還是把這個三分球給標進 也是插板的一個情況 的確叫進球非常的不容易 如果這個球再傳出來 再重新來做一個組織 或再重新的把球 塞給吳戴豪的話 會來得比較恰當 再給到底線 傳村沒有機會再給出來 三田 待不中的中距離出手 卡板得分 不過中間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只要守到23的防守 日本跟 外線比了兩下 並沒有很好的機會出手 結果缺的是進攻犯規 這是曾文鼎 個人的第四次犯規 現在阿鼎恐怕要下去休息 所以籃球是一個團隊的運動 當然這一次選拔 我們有選到12個人 當然曾文鼎 33比29 現在沒錯了 是把奇異換上來 日本隊給到籃底下 讓規劃選手的一目JR 在另外一邊反攻打板 不過這個問題 一直是中華隊最嚴重的問題 尤其是在空手走位 讓對方太容易輕風 在籃下去接球了 曾文鼎在上半頂之下 目前中華隊 幾乎在上半場的是 一路壓著日本隊打 還剩下3分10秒 結束上半場 在日本隊目前是2分 如果給中華隊 先給到底線來 再給到櫻木 櫻木轉身出手 馬上2分再要到 我們在上半場 可以看到在這個位置 不會應該把這個球 適時的去阻止他 老將 折罵五葉 至9號的折罵五葉 當然看到他這個年輕 相當驚險 李奇也是非常的厲害 你要讓他正常走的話 他可能還是走不出這個節奏 藍底下鑽進去要單打 吳戴豪放進 不過今天顯示差4秒 切傳再給出來 埋伏在底線做個假動作 李奇再分出來 給到吳戴豪 已經進去了到籃框底下 沒放進 還好 結果籃板再抓到3分 外線出手 還是沒有再跟進去搶 也沒有搶到 結束了上半場比賽 中華隊呢 在最波進攻號 清野給換上來 李雪林 你有機會再給出來 吳戴豪在外線做個假動作 以靈活性來講的話 其實可以單打清野 沒錯 吳戴豪已經有腳步過了 這個球當然雖然奇異了一下 也是在一個擋人籃板 做得比上半場 來得扎實了 對 曾溫底因為4次的犯規了 所以李奇在下半場比賽 是打先發 沒有機會再給出來 李奇在3分外線直接砍了 3分球 奇異這場比賽的首度得分 是一個3分 所以其實他是具有一個3分線投勝能力的 一名的大前鋒 如果能善加利用的話 我覺得是對中華隊有一定的幫助 哇 要特別小心 日本隊又砍進了一個3分球 11號的王爺有球 減少到了日本隊內線要去拿到球的一個機會 在雙半場他們的打法其實也是非常的簡單 而且很容易 又是用速度去過喔 清野 很多很多 當然我們在進攻方面就可以找一個弱點 去做一個突破 產生到整個面 當然在從第一節到現在來說 其實中華隊是做得非常的不錯的 到目前為止 中華隊的罰球還是非常的完美 這兩罰都罰進之後 目前罰球命中率是百分之百 罰九中九 放開心情 大膽地去出手的話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進攻 日本隊10號足內功夫的中距離 當然 現在雙方平手 陳欣安 啟動之後走底線 在籃底下要硬打的時候造成的犯規 陳欣安 啟動之後走底線 在籃底下要硬打的時候造成的犯規 南下的一個突破能力還是在亞洲 真的是要去守啊 非常的困難 兩罰都罰進 欣安到目前為止的已經是攻下了十 陳欣安 黃一下 沒有機會再給出來找無代好 在籃底下有一個很大的空檔 這球給進去了 哇 哇 這個球可以看到黎琪在籃下已經等了快三分鐘了 不過這個球的確是非常的有默契啊 吳代好也適時的找到黎琪在籃下 不確定你幾乎是打到了現在都可以下去休息 再給到底線拉開來欣安準備要單打 防守他的還是王爺 那你現在轉身之後把對方給撞開 欣安再拿兩分 哇 這個球可以說啊 背對籃框跟面對籃框的 那隊在第三集裡有這個籃板球的控制 防守籃板的控制控制的蠻好 沒有給日本隊第二波機會 這也是到目前為止很成功的一個地方 切到籃框底下 拉幹出手 差一點點 雖然不進了但是造成日本隊 十號竹內功夫的犯規 再把球圈要回來 黎琪到籃框底下 搜球一個假動作墊步之後 造成了日本隊的犯規了 哇 黎琪慢慢把信心打出來了 這幾場球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對 雪林 這批反球在給裡面找信安 看看是不是要單打 進攻時間剩下9秒 裁判要吹日本隊的推援犯規了 9號老將 哲冒五彥的推援犯規 這場得分最多的球員 而且在過去 2分半中左右的中華隊 是打出波及的情況 拉開來無代 看看是不是要單打 轉身現在防守 她是櫻木代步往後就要出手 這個球的確打了非常 又領先7分 櫻木在籃底下想要討回來 裁判這時候哨音響 不過這個位置的確讓對方拿球的機會 一歲的倫氣 晴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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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2分50秒 結束第三個比賽 陳信安這球跨不到籃 跨到底下輕鬆上籃 輕鬆上籃 我們看得出來 陳信安的第一步的爆發力 跟之後再做一個協防的 一個墊步的能力 這一步就可以墊到了一個籃底下 不過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日本隊要去做一個協防 的確是來不及的 不過還是要小心 三分外線的炮火 7號的左骨嫌疑 不到2分鐘第三個比賽結束 這球跨不到籃環底下 過去了 台灣Iverson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今天的中華隊 他們的手上 當然 對於防守的干擾 也是有產生到一定的作用 讓球賽不好接球了 轉身中距離出手 這個奉膽露得太大了點 而且露了非常多次 而且吳戴豪在一個 一場情況 雙方應該各海也不會進攻機會 對 日本隊6號櫻井拿到球 給他籃底下找櫻木 現在是變成了牆邊了 一個人他準備要單打 再籃底下競算 哇 加法 我這個球要去頂到洋將的一個內線單打 的確又去打到NBA 不過他看到到身體的對抗性 的確是優於到無帶好的 如果是以後 不過這一次真的是得不償失 當然在一個壺頂的位置 要去做到一個Pick and Roll的一個戰術 的確是比較危險 還讓日本隊呢 在最後直接切進來 很快速的拿到這兩分 中華隊呢 在第三節後段是比較可惜的 原本一度是領先到7分了 但三節比賽打完之後 目前只領先日本隊 只有1分了 這場比賽呢 不過從下半場進行之後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中華隊在防守籃板的鞏固 的確是非常好 當然這個都是一改前面 在複賽8場的時候的缺點 當然防守做得好 籃板控制得好 這個進攻拳一定在中華隊的身上 拉開來又準備單打 轉身 又是無帶豪 漂亮的單打動作 無帶豪打得格外的 無帶豪目前拿下16分了 日本隊在底線三分外線出手 沒進 籃板被日本隊撿到放進去 這個球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日本隊的轉換也是非常的快 事實找 背成7-6人隊 用人數都很少 你再多一個 應該是5-6人 做個假動作 欣安好一陣子沒有得分了 轉身靠對方身上 殘犯這首哨音響 全日本隊犯規 欣安打得不確是非常 教練應該想說 先把這個領先優勢 繼續打下去 而且這五個人打得 的確是非常有默契 拉開來又是欣安準備單打 日本隊想要去撈球 但沒有成功 欣安沒有進 但另外一邊擠進去 吳戴豪把球給放了進去 好 也POSE的日本隊 現在要喊出暫停了 陳欣安目前攻下24分 吳戴豪目前拿下18分 抓陣的現在是領先的日本隊 我們休息了 再回來 對 李啟毅 李啟毅上來的時候 也是產生了一個化學效應 當然要有高大的球員 去守到他 這個節奏跟有頭外線的話 也是相當吃力的 給藍底下櫻木 想要站點防守沒有成功 再次藍底下給球 給到李啟毅的時候造成犯規 吳戴豪給得相當的快 我們可以看到 李啟毅的國際賽進 這個控球的位置 運到45度 讓吳戴豪到拖車的位置 在LOWPOW去做單打的話 去打犯規 其實在第四節 剩下每幾分鐘的一個情況 這個壓力會在日本隊的心上 抓了一進攻 日本隊剛剛也還禮 回禮 發生一個失誤 切到藍光底下 過了 陳信安 他真的在亞錦賽 擦亮了台灣第一飛人 亞洲第一飛人的風采 沒關係 進攻不行 中華隊現在要靠防守 希望能夠在防守的 再守一個兩三個球 日本隊快速的給球 三分外線折冒五彥 也許這次他最後是打亞錦賽的 但是他的鬥志還是令人欽佩 當然 跟一個在外圍去對到射手的一個狀況 是非常的重要的 日本隊標三分 剛說完 直接在湖頂的被砍進了一個三分球 有一個很大的鳥籃的機會 不過沒關係 現在中華隊還有兩分領先 剩下1分8秒 球空之在我們手上 李玄陵給球 發球線再交出來 離析做個假動作 這次切到藍光底下 要給到吳戴豪 包容進來重要的兩分 這個球打得非常 現在防守必須要對上去 特別日本隊的三分外線 要特別小心 大一步之後 在中距離出手 三田大致在底線的投進去 不過這個時候節奏應該要放慢 找到幾個比較有力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我們需要點念力 中華隊目前只有兩分的領先 轉身離奇再分出來 給吳戴豪 回給陳欣安 外線火力下之後 欣安突破再給藍底下 吳戴豪轉身 放進去 放進去 裁判收音沒有響 就是個好球 這個球打 的方法去做傳球 日本隊很快行程犯規了 十二號的五十籃規 馬上行程犯規 當然現在這個時候 就是考驗到中華隊的一個 罰球的一個狀況 當然整場的比賽表現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罰球的命中率相當高了 當然如果這兩球進的話 其實最重要還是 我們剛剛講的 三分線 不能隨便讓對方輕易的出手 兩罰中一 七十九比七十四 中華隊目前還領先五分 日本隊已經攻過來了 蓋了一個火鍋 中華隊蓋了一個火鍋 這場比賽應該差不多了 而且日本隊 英雄伐進 哇這個是真的是 快智人口的比賽 當然在日本 其實真的是 我們心目中 不能說是痛 這個永遠是拿來 比較的一個國家 頂先七分 現在只要三分外線 對上去就好 但對上去還是投進 好厲害 日本隊這不服輸的鬥志 還是中華隊要小心的 五十籃規 剛剛先砍進了一個三分球 不過這邊 他是對學齡賠償的犯規 當然 想休息跟喝水的一個情況 好兩罰都拔進 這兩罰兇 現在 在第四節 這最後一分鐘 每一個罰球都很重要 Iverson的價值 還是比日本隊的卡